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馬力人 這場比賽也是KOTD5的阿拉伯地圖 那先來看一下馬來人吧 馬來人這次的改版 算是強化蠻多的 因為馬來人的這個 免金的雙手劍兵 只要點下這個金冠強制正兵 就可以使用這個效果 這個雙手劍兵跟這次改版 有這個大的關聯 這個軟甲技術也可以通往在這個 這個軟甲雙手劍兵身上 那軟甲的話是可以增加一個遠防的能力 可以變成說他的免費的 這個雙手劍兵 不用金的雙手劍兵 有更高的抗劍士能力 不管你是去打對方戰毛兵 或是打對方的弓兵 或是直接TC 或者直接砍爆人家的城堡 都有一定的效果 那馬來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還是他的這個大象 折扣非常多 也是攻兵喔 也是打強奴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那雖然他有折扣大象 但沒有品種跟這個 馬的鎧架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折扣大象 只能算是堪用堪用 要升為主力的話 一定要升到精銳 有精銳之後這個大象 才會比較有實用一點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馬力人 馬力人這次改版喔 基本上算是A級文明喔 不管是什麼地圖 基本上都一定有A級以上的實力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採礦能力 實在太好了 只要你拿他的村民去採礦 金礦就會持續15% 採集速度也提升15% 再來就是他的金礦的存放量 那個存放量也是15% 不是15% 也算15%吧 對啊 反正就一個村民喔 可以再多放個3個黃金左右 還4個黃金吧 別忘記了 那這個能力喔 讓馬力人在封建時代開始喔 就有這個強大的經濟能力 可以讓他多出點工兵 那到了城堡時代呢 也可以多出點駱駝跟騎士 或是出奴兵投車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讓馬力人來說 快要追到這個 有點快要追到這個什麼 微金人的經濟的感覺 因為微金人的話 算是有免費輪走跟手推手 所以讓他縱觀經濟都會很好 但馬力人的話 光是挖金這項科技 可以省下很多的金礦工 除此之外 還可以讓這些人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讓他前期可以過得蠻舒服的 不管是前期啦 前中後期都會過得蠻舒服的 我覺得有點算是全能型的文明 馬力人 但馬力也不能到說全能 因為他不能打工兵路線 所以他沒有三級射來說的話 工兵路線還是比較偏弱 所以出這個戰毛病 所以這個馬力人 要打這個步兵的時候 通常都是打他的這個 飛刀 飛刀女獵手 飛刀女獵手的話 是一個步兵單位 但他有這個近戰的攻擊傷害 所以打對方的步兵其實蠻有效果的 現在來看到這邊馬力直接打個棒棒開局 那馬力人每升一個時代 這個步兵單位 遠方都會加1 而且是含這個疾兵喔 他有疾兵嗎 好像沒有吧 好像長槍兵吧 有點忘記有沒有疾兵了 那馬力人的這個步兵路線 就會特別強大 但這邊是不是沒有找到對手的位置啊 笑死他在找 應該是在找 這個應該是沒有找到 我來看看他到底有沒有看到這個視野 OK 真的沒看到 他剛好看到這個暗暗的地方死角 沒有看到他的這個所在的位置 但他猜測應該是在這裡 沒看到 有看到看到 OK 笑死 好 棒棒這邊直接開抓 應該可以直接收掉一村喔 如果硬要抓的話 這隻殘血是有機會的 但赤猴第一時間被卡住 對方赤猴也是直接卡在對方赤猴面前 所以造成這個赤猴沒法順暢移動 哇 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 讓殘血的村民回去之外 讓對方這個赤猴也殘血了 但是他這兩棒棒的輸出 其實能打到東西就比較少了 這隻殘血的村民又出來 又在被暴打一波 剩下一滴血的赤猴 可以考慮直接拿自己的赤猴去換 打一刀而已喔 是我就上前硬砍了 對 像這樣子 這個失誤 不知道算是失誤喔 感覺有點 微妙 這個 如果45號就把他拉開 好像自動巡邏 然後去探個地圖 最近死掉就不能探地圖 剩下兩棒棒應該再繼續打下去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換對方長兵血量也OK 下一趕快圍死 這張圖看起來玩起來是蠻簡單的 不會耗費太多大量能力 雖然這邊花費的能力蠻長的 但我覺得圍著這樣還不錯 OK 這邊趕快讀一下 順利的讀口 棒棒繼續輸出 那這邊瑪麗人直接圍好 然後農田也差不多 等等要開始下 那這邊 就可以直接少量的配黃金喔 本來這邊打小弓的話 配到四個人挖金會比較好 那瑪麗人可以配三金喔 三金的話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待會有可能喔 還會再補個一金喔 因為要點這個一級射跟城堡石蛋 三金可能還是會太少 但是以目前喔 出這個小弓的話 還是很有... 戳戳有餘的喔 至少你的一隻小弓是不會斷的 可以一直出一隻手 那現在重點喔 不是挖黃金喔 可是要趕快去挖木頭 然後灑農田 所以他這時候情況並不會配那麼多 好那瑪麗人這邊是點下來一級射 那瑪麗人這邊是打算要走一個防守反擊路線 並不會出太多兵 因為他這邊肉量其實蠻多的喔 應該可以早早升到這個... 城堡石蛋 但他這邊看到對手有點一級射喔 所以自己也投資一級射了 然後看到對方一級射之後 直接... 這個是很標準的反應喔 如果對方沒有點一級射的話 自己可以考慮不用點喔 然後可以趕快上到城堡石蛋 這邊小打小鬧 應該不會打出東西來 稍微加速一下喔 那重點喔 一樣是在城堡石蛋 這邊補到更多黃金 補到六個人喔 直接爆補一波 那他帶我黃金可能會爆量 直接...衝出兩百斤以上 可能會再補個市集喔 做一個買賣 那這邊... 哇馬上補一個市集了 OK 這樣打法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為什麼金要補這麼多喔 最大原因是因為 他這邊採集有優勢 即使拿去黃金買肉 也不會太虧喔 因為自己採集效率夠好 OK 這裡果然買賣一波 買兩百肉 花有大概兩百六十斤 順利點下城堡石蛋 這樣就OK了 這裡趕快補馬鳩或射箭場 這邊是補的是射箭場 馬鳩或不補 馬力人城堡時代不打騎士 打一個工兵開 然後補下了一級農 打法算是蠻順暢的 這個流程我覺得蠻OK的 馬來人MBL這邊還沒有上到城堡時代 遲職 不如按下自己的市集喔 應該是沒補市集喔 所以才導致他上城堡時代玩 玩很多 但沒有關係 馬來人有這個時代升級加速喔 可以讓他時代升級的快一點 這樣他就可以多出幾隻村民 村民就會稍微拉近一點點 其實目前還是馬力人這邊有領先的喔 好剛剛 村民術 不是馬力人 馬來人還是有領先 村民術 我剛剛在想一件事情 這個馬力人打工兵開 這個有點特別喔 我們剛剛才說馬力人打工兵開 其實 不太適合後期 他是馬上打工兵的 但也不是不行 畢竟城堡時代大家都有這個二級射二級 還有這個彈道學 聽起來我們就點彈道學 好 馬力這邊等著要想一下 幫我補一下拇指環 既然都這樣打 拇指環投資一下好像也不錯 直接打強弩奴合 馬力強弩二級射 真的 這會有點太鼻炎對手 因為其實馬力人是有火槍的 如果就算遇到馬來人的免金雙手 劍兵的話 其實不打強弩 打火槍也是 蠻實用的 或是打這個飛刀女獵手 都其實蠻都ok的 感覺真的是沒必要去投資強弩 這個 或是拇指環 這類的支援 這邊直接升好戰毛兵 戰毛兵反打應該是蠻簡單的 而且二防都點了馬來人 這邊戰毛兵數量有點少 然後再補一些過來防守比較好 這邊先等一下戰毛聚集之後 再過去一次反打 這邊等一下奴兵的升級 馬力這邊奴兵壓制給的很足喔 十個人挖金 還有餘力去點頭車 就知道這個 馬力人的挖金能力多好 戰毛兵這邊秀一下 奴兵秀一下操作之後還是換掉一些戰毛 但戰毛怎麼死都不虧 已經不用黃金 換著爽 那馬力這邊趕快開下3TC會比較好 但他這邊由於先投資了這個彈道學的關係 所以TC不會這麼早 早蓋下去 還是會先去壓制 用出這個奴兵去壓制對手 畢竟彈道學你都投資了 多善用自己的弓兵 其實是蠻浪費的一件事情 那有可能可以再補下第三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可能還不夠 三射箭場的話 繼續出奴兵壓制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他沒有再補射箭場的話 這邊就要來開TC了 這樣才不會經濟如何太多 就是你要分清楚 自己要打的是3TC 開一種還是要打三射箭場 橫軍4的一個打法 那我覺得看到這個劍塔的話 是我 我如果我是馬力這邊的話 我就不會想要去開第三個射箭場 而是開TC 會比較好一點 頭車這邊壓一下 砸死一隻弓兵 回頭等CD 再回頭砸一發 又砸到一點點 這裡直接一個B陣躲掉 第二台頭車過來 村民沒有過來修 這裡應該是可以秀掉的 這邊頭車沒在空 這邊砸到插邊球 砸到了一些 這邊直接分兩隊開閘 但感覺好像這個頭車又要送掉 直接送兩台 哇這個控兵其實控的蠻棒的 好 順利收掉兩隻工兵 還沒到賠償 好 工兵再繼續偷射這邊村民 但是有彈倒雪的關係 工兵迎過來直接擊殺了六村啊 三男三女 整整齊齊一家子 太慘了 這邊墓區實在太難MBL 他墓區另外一區在這邊喔 這邊一定要開TC才能安心伐墓 不然就是要到前線這裡 前線這邊也會被攻兵弄 好那馬來MBL喔 這邊轉出了毛相夫 毛相夫現在這個時間點出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但對方是馬力人喔 開這個工兵開局 數量一多的話 大象可以算是變成移動標靶的概念 好 那這邊果然直接開下了3TC 好3TC趕快弄 好 帶銀劍石打這個大象很痛 好 MBL這邊開下3TC 這邊可能是有看到對方 TC已經開了喔 自己才安心保下要開TC喔 不然他怕對手直接打一個 超強軍師壓制喔 自己可能會守不住 MBL算是打的比較偏保守 看到對方有開TC喔 自己也趕快給他開一下 到處開 好 金礦這邊挖金的人非常多 21隻 這麼多人挖金他是要出什麼 弓兵 轉騎士 我覺得繼續打弓兵加頭車還不錯耶 因為如果馬來人MBL打出這個大象柳的話 像他出大象柳的話 他出駱駝的話其實會有點難打 這邊不如多按點森鋁喔 會好一點 森鋁果然在按了 這個TD板沒有在控好 可以砸一下 砸到了 後面工兵補了過來 去輸出 哇這邊 大顆直接損失了非常多的工兵喔 輸量目前是61吋打56吋 瑪莉人還是蠻大的優勢的 但這邊其實有個細節可以注意喔 就是馬來人這邊開農之後 有可能會打一個樹帝王 上城堡 上帝王十代 什麼會被第一層樹帝王 就是大概六七十尊 應該在七十幾吋吧 七十八或階級八十吋的時候 剪下帝王十代這個打法 那馬來人如果打這個打法的話 又有時代加速的關係喔 所以很容易打出這個強弩 直接壓制的打法 在一些1600分左右的場次 很容易看到這種打法 所以這招通常蠻致密的 那就要看NBL會選擇什麼樣的打法 但如果看到馬來人城堡時代出大象 基本上這個打法就不會出現 因為這個大象需要非常多的肉 你出個四隻就要400 快要300 兩三百肉吧 因為他有折扣的關係 算300肉好了 這個就沒辦法直接速帝王 再怎麼速還是會被拖個一分鐘或兩分鐘 好 大象走進來 好 勝率找個一波 弓兵反打一下 大得還算不錯 這邊抖動一下 抖一下箭矢 好 家裡沒有城堡喔 這邊弓兵有點難解 投車奴炮拉爾過來 全部集結 攻城七大隊 加速一下 這看起來不會認真打起來 拖車要砸一發嗎 這邊中間要蓋堡 這邊刺激了 這裡刺激了 四大象 加上後面的十隻奴兵 直接射爆出來的村民 雖然這邊也有工兵反擊 但村民直接原地返回嗎 還是要硬幹呢 現在MBL這邊站在高地處 用工兵加大象 給對手最大的壓力 但是大殼這邊也是出了 生女來招對手的大象 他上這邊可能還是要先撤一下 然後用自己的工兵先去把對方老頭解決掉 這邊回頭射老頭 老頭射得死嗎 哇 被躲掉 最後一發箭死的時候 老頭雖然微控了一下 所以躲掉這些箭死 不然這個老頭本來是該死的 好 那這邊有這個空檔 可以來蓋城堡 但右邊有兵 想要來突尾 投車大象 大象就在前線 想要往前 但是看到生女還是要撤 好 工兵第一時間射掉老頭 老頭沒有辦法招降大象 大象直接往前開頂了起來 大象直接頂一隻床 先頂一隻床 先頂一村民 太會了吧 大象直接被招走 哇 兩隻大象被招了 還好 馬來大象就是便宜被招 其實沒那麼心痛 但這邊投車 OK 躲過投車的傷害 自己還有大量的奴兵可以做防守 但對方的奴兵需量更多 但大象依舊是難解肢體 好 大象繼續頂 頭車往前 但大象要快要頂掉這台頭車 OK 頂掉了 後面生女慢慢補路過來 一直在找對方大象 這就是為什麼實戰中很少看到大象 或是波斯戰象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你這個大象成本太高了 而且又被龍被招響 長久初期啊 這個大象是越出越虧的 但是馬來人的話 其實就還好 被招走成本不是問題 問題是被招走之後 這個大象你還是要處理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 那馬來人這邊 15點爆 爆了1000多了 這邊買賣一波應該可以上帝龍時代 那這個城堡應該是沒辦法守住了 應該是還是被蓋起來 好 馬力這邊也是要順利的點到地龍時代 那我們就去加速喔 來看一下地龍時代兩邊怎麼打 好 那馬來這邊是優先點一下自己的 二級龍二級木手推車地龍時代 好 這邊地龍時代有加速關係喔 所以這邊很輕鬆 就可以追上對方的Duck地龍時代了 好 那馬力這邊點一下裝甲步兵升級 所以果然還是要打一個步兵路線嗎 近期的馬力人很喜歡打這個 步兵線喔 而不是打這個彪悍精神 讓我有點意外 好 那馬來人MBL是決定要來出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這個單位很特別 造價便宜 15斤25肉 就可以出一隻爪刀 但血量只有30滴喔 防禦也基本上是沒有的狀況 但是它的單位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這個人口造價是只要0.5人口 還不是一人口 好 那果然轉出了一些飛刀女獵手 來打這個步兵來說是蠻好用的 那這次改版讓飛刀女獵手的血量變多了 果然是35滴血一隻喔 現在變成40滴一隻 那到金瑞變成50滴血 比村民的血量還多一點 讓這個飛刀女獵手稍微可以用一些喔 不然這個飛刀女獵手實在太難用了 因為雖然它跑得快喔 但是它不像飛鏢騎兵喔 有這個強大的跑速 跟攻速 而且也沒有像飛鏢騎兵一樣 有這個擴散效果的感覺 常常還是會丟飛刀丟到溢傷 這個傷害溢出來就有點浪費了 那飛刀女獵手現在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Counter對方的步兵喔 很害怕它對方的攻兵 跟戰毛兵其實都蠻怕的 因為它血量低 戰毛數量一朵還是可以收掉這個飛刀女獵手 那我覺得瑪莉爾還是要靠自己的彪悍精神喔 騎兵路線喔 打起來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畢竟自己的弱馬也是吃得到這個科技的 打弱馬其實也不虧 但是這邊大可選擇步兵路線 雙手劍兵三級板甲也點下 打來人 抓到勇士出了一些 沒有再繼續出 把一些火炮工程器來防守 右側有這坨工兵 打了蠻多村民的 在這邊有雙手劍兵過來防守一下 到帝王十代的雙手劍兵遠防非常的坦 1加5 那待會板甲之後變成1加7 遠防8 弩兵的話射一下只有一滴血 強弩的話是兩滴 好馬力這邊化學補一下 直接出了火炮 兩邊都有火炮的文明 打起來的話就不會這麼的硬了 至少都有反之手段 好招勇士又走了出來 但是這邊有城堡 直接射死 再射死 這個就是抓到最廢的地方 基本上只要吃到城堡傷害是必死無疑的 連第二發都擋不下 一發直接倒 好點下了劍兵勇士 好補下了長槍兵 這應該是怕馬來人這邊點金銳相符吧 哇他就是點金銳爪刀 笑死 金銳爪刀打 馬力的劍兵勇士 這感覺挺有趣的這個對決 如果要打爪刀的話 那個數量要夠多才有打的價值 爪刀數量少真的是用起來毫無意義 他最強大的地方就是他數量擰壓對手 很容易這個200人口 就還可以出到將近六七十隻的爪刀 用這個數量壓制對手才有意義 不然抓到真的是有點難 他會出他的效果 這邊想要投 劇投 但是這邊有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要直接收掉了 哇這裡沒空好火炮直接送 好上方直接集結 但劍兵勇士已經入侵到了家裡 劍兵勇士遠防是八防 EC跟奴兵打起來都是ED 城堡的話還可以射比較通點 好這邊要開打了嗎 好劍兵勇士尻了幾下之後又回頭 還沒有要打 又來到城堡下做一個防守 然後再出更多爪刀 打出更大的優勢來 MBL很清楚 少量爪刀是沒辦法對付 對方的劍兵勇士的 這邊趕快去這個數量起來 好主要是來到36隻 但36隻可能打起來是有點痛苦 因為對方是劍兵勇士 雖然是遠防高 自己防沒有差 但是自己數量不夠多的話 還是有點難打 畢竟體質上都是輸給劍兵勇士的 幹果然36隻送光了是不是 好醜啊 MBL 哇 剛剛還想說MBL很聰明要 屯數量過這一波上了 但是他是應該覺得後面有這麼多奴兵的關係 應該是打得贏的 但殊不知 瑪麗的康劍士能力太強了 這些奴兵造成傷害其實並沒有非常誇張 反正最主要輸出還是這個爪刀勇士 還是他的主力輸出 好這邊上高低要反打嗎 沒有決定要撤退 這邊撤要繼續續續這個數量 這邊直接高低被插了一座城堡 瑪麗人這邊繼續入侵進去 炒戰勇士再次送了一波 又再次蒸發了 在劍兵勇士的懷裡 馬來人這邊能再反擊回去嗎 這裡火炮打個一炮 這邊奴兵差點吃炮 趕快跑趕快跑 弓兵很難打 馬來打劍勇 要不要打這個強弩啊 強弩其實挺有利的 因為馬來人是沒有火槍的 所以只能打強弩會比較好一點 但強弩只有兩滴 眼不止痕 還需要456射強弩 感覺還是需要出欸 因為對方飛到努力的手 數量這麼多的情況下 只靠爪刀有點困難 不然就是要把這個經濟農起來 出免費的雙手劍兵 去跟對方換經濟了 但我覺得換一換還是有點難換贏 因為畢竟劍兵勇士只需要20黃金 然後跟他換只是要換一段時間的 好 這邊弓兵又再次壓了進來 那這座城堡應該是在鐵南逃 弓兵往上走 看這邊往上走 也沒太大大的意義 因為這裡的馬力的 劍兵我是一直永遠不解釋過來 後面火炮也要來了 非常努力守在後面待命 這是MBL治癒後的堡壘 這棟城堡在掉 就要被怒清大農田區域了 但是這裡沒想到用弓兵壓了回去 還不是用強弩 太厲害了MBL 這樣也行 突然打回去了 哇這根城堡很給力啊 好 那這邊直接吃到大量箭矢的飛刀女獵手 倒地速度非常快速 看更多的劍兵有師補了過來 正面可能要守不住 後方的巨型頭師也被火炮給解掉了 火炮繼續依舊的輸出 正面直接無視城堡硬砍 火炮 火炮雖然越來越少 先測個一波 艾滅路受不了 打錯了GG 哇靠 這個大克的飛刀女獵手 配到劍兵有師這個搭配 確實有點狠 雖然瑪麗的劍兵有師沒有三攻 所以步兵互打有時候會打輸 但後方補下的飛刀女獵手 就很容易打贏了 這個混合打法其實還蠻不錯的 但是這個組合有個明確的弱點 就是害怕對方的火槍配強奴這個打法 但還好馬來人沒有火槍 但有強奴 但強奴部分 馬來人MBL 是沒有太多黃金可以去做出 強奴動作的 因為金晃速已經被大克這邊 控差不多了 野晶也是 就是一直被控一直爽 這邊也是 所以這邊沒有辦法 轉出更多強奴 還打擊對方雙手劍兵 跟這個飛刀女獵手 有點可惜 好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應該是兩邊差不多 但馬力人這邊 我們剛剛講過 從頭到尾的這個經濟應該都會 比其他衛兵好上一點點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個金礦採集 速度效率太好了 贏了大概快要三千多黃金 其他的資源都小贏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可以 派得更少的人去挖金 但是可以獲得比別人更多的 這個黃金之外呢 省出來的人力喔 可以去多挖木頭跟食物 所以造成會打出一個經濟差距出來 那馬來人的話 在阿拉伯的話經濟來說本來就不好 所以就很容易被對方經濟 擰壓 直接輸掉比賽 那我覺得馬來MBL中間打那個大象 其實打的暗的數量點多 不能被這個僧侶招翔反打回去的感覺 那我覺得如果到地龍時代 再出大象可能也不遲 畢竟這個金銳相符 還是比較好用一點 而且自己有折扣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